大概也就最近是三个指头 所以你发现没 这台小鹏G9 说是一台SUV 但这台车更像是一个什么 更像是一台挖个旅行车的感觉 来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 你看看这个车身的比例 这个构造 它其实整台车的三维尺寸 跟一台标轴版的宝马X5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它比一台X5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你看它的高度 Q过来就直到了我这个地方 比X5大概是矮了这么大一截 而且呢它有一套双腔的空气弹簧 最高可以升高5公分 像现在一个在降低5公分的状态 这个就真的是有点像是一台 轿车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还买什么奥迪A6Avent是吧 那今天开到这台G9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反反复复 去把它的各种功能都试过了 因为今天嘛 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个那种 科技的玩具来做 所以大量的科技媒体的加入 其实已经把这台车方方面的 都给大家说完了 那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和大家说一说 那这台车到底好不好开的一个事 我们先看哈 今天我们先把这台车举起来了 看到整个底盘呢 前面这是大量铝合金的一个悬挂 后面呢是一个铝合金的多连杆的一个悬挂 这里面用到了一套双腔式的一套空气弹簧 再有一个21寸的米其林的PSEV的一套能开 应该说这样的硬件条件往这一放 这台车应该是说会变得非常不错 那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来今天我跟大家只说这件事情 车嘛多少还是个要开起来的工具 你不能简单的去说它就是一个大电视机对吧 要不然科技博主的评测只能静态的来讲 那动态到底怎么样呢 先说这个应该这是一个无矿的车门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坐进这台车的 你看现在我就这样一坐就坐上来了 然后这样就直接移过来了 发现没有跟轿车的坐姿很相似 你坐这样的车多少得要颠一下屁股 然后再坐上来 就发现G9尤其是在它的迎宾模式的时候 悬挂降下来坐上来 那真的是非常舒服 那你看这把座椅我调一下 基本上就调到一个我合理的坐姿了 所以我们说一台车研发的第一个点是哪里 就这个点 囤点也叫H点 这个点是一台车去定出来的第一个点 靠这个点开始 然后去延展出车头车尾等等 所以这个点低 那这台车的操控的感觉肯定就会相对好一些 对吧 都开过卡丁 卡丁车开的那么慢 为什么大家觉得风驰电车因为坐的低 所以我们现在坐低了以后 这台车几乎就是一台加高版的轿车的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这里面的一些驾驶方面的东西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到车内你发现这种电动车的时代 它很多的硬件都结偶了 什么叫结偶呢 就是你可以单独用软件一个一个去控制它 比如像座椅这些都没问题 方向盘悬挂的调节 你可以单独的去调整它的高低 也就是说这套空气悬挂 并不是一套简单的一套物理的东西 而是一套智能硬件 可以用软件去给它做调整的 你再看看这里 它会有一些标准舒适节能运动等等 它总共有八个模式 尤其两个 标准和舒适 在很多车上它其实是合而为一的 但是在这台车上它是放在一起的 我们先设一下标准 设一下标准给大家走一下 你发现标准模式下 你踩一脚油门 它只会慢一点点 但是依然会给你比较澎湃的动力 你看321走 是吧 等了一下它就起来了 我们先把它切换到舒适 切换到舒适的时候 一个声音提醒我们到舒适了 你要踩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不仅仅是反应变迟钝了一点 它把电器的输出 也给你降低了一些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 车子其实是会来的 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你要我说的话 我日常驾驶 我可能就开舒适的模式 会比较好一些了 好 OK 看完这两个 还有点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这台车 有一个叫做极客模式 就在这里 极致驾驶 然后点出这个极客模式 那这个极客模式 它有很多的可以调的东西 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 你自己可以设置 它怎么就跑分了 动力响应 你可以有很多个 轻柔 轻中强 狂暴 有五个模式 再比如像这些能量回收 也有五个 六个模式 最厉害的是在这里 你看四驱分配 它是可以百分百的前驱 到百分百的后驱之间 有五个设定的 这种设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把这台车去 变作是一台百分百的后驱 可以拿它来做飘移了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没法试 试一架车 我们也不去干这事了 但是呢 有这种功能的车 是非常少的 之前有Tesla Model S的那个performance 也是有这个的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 第二台可以把这个 前后的动力分配 去做手动调节的一个了 到了这个极客模式下了 这台车最猛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把双电机的 前后的功率 全部给你调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非常猛的 百分率加速 三秒几 今天我们就不是 昨天试了好多次 试完之后 那感觉是有点 恶心 响吐 这车真的太猛了 三秒多的车 和四秒多的车 是不一样 四秒多的车 我们还会觉得 还挺好玩的 但三秒多的车 有时候你会觉得 快的是有点 其实电的这个时代里面 快车快的 真的是不讲道理了 像以前你说三秒多 那不得干个 三百万的法拉利 对吧 现在一台小喉气酒 就给你搞定了 对吧 好 那这里面 我最后说一下 一个小地方 挺好玩的 就是这个模拟声浪 它有三个模式 这个是科幻 这个是经典V8 这个是电子 我们看这个经典V8吧 听一下这个声音 听到了吗 再听一下 全是这个喇叭给你放出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假的 这挺有意思的 对啊 回一脚油 它还放个泡 就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这个状态 你看 回油 我觉得这台车 日常的一个驾驶的感觉 就是它的浴 拉得很宽 因为它有很多可调的东西 它就不去给你输入太多主观的性格了 你要自己可以在里面去调很多东西 比如像弹簧避震都可以调 方向盘的轻重也可以调 所以你可以拉出一个很大的尺度来 其实这台车 尤其说到方向盘这一点 我刚拿到车的时候 是非常软的那种状态 非常轻的那个方向盘 基本上就是逻辑G29 你拿个手机这么勾过去 就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发现把它调重了以后 这个感觉又回来了一些 但是还是说 今天我们聊一台电动车的操控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那个年代 十几年前 治疗所谓的操控是有点不一样的 方向盘你不可能像以前的宝马那么重 对吧 然后毕竟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盘你那么激烈 毕竟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东西 年轻人现在更喜欢的是玩电子的东西 能给你玩玩车 搞搞这些各种各样的调校 就已经是挺不错的了 反正我觉得 这是一台很生活的一台车 就挺好开的 你要说有没有驾驶乐趣 百公里加速三秒几 然后还有这么多可玩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种驾驶乐趣 还挺可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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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